凤山储能场一案有了最新进展 65位里长以及4个里民 共6000人共同联署 郑北里里长赵志成 28日将联合建议书 交给高市府金发局长 希望市府听见他们的心声 将储能场退出凤山 并期待能在牛潮浦规划 休闲娱乐的生活机能 朝着商业用地去发展 借此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昨天我们业者三地人员 这边也发布了新闻稿 他们表示他们会尊重地方的声音 而且明确的说明 就是说在地方还有疑虑的时候 他们这个案场绝对不会动工 更明确的表示说 其实他们要另外 在美和其他的地点 来当储能案场的设置 高雄市政会议通过了并网型储能系统设置审查要点 根据人口的稠密性 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因素 凤山牛潮浦的储能场 不符合要点的规定 经发局指出会倾听民意 住在附近的居民也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松了一口气 那这个要点里面我们也有一些明确的规范 比如说距离住宅建筑物的距离 我们有把它加长度增加 然后还有在整个秋快 它的总量管制的比率等等 吵得沸沸扬扬的牛潮浦 储能场一案终于告一个段落 市府也承诺会替三地集团找其他的地点 希望这个决定能为居民业者及市府 带来三赢的局面 记者邱玉婷 庄书亭高雄采访报道